海巡艦艇船測 出現大大的台灣駐樣 中華民國縮寫ROC返導 成的配角 包括新北艦 台東艦 都完成改裝 難道年一過完 我們連國名都改了 後續還有225艘艦艇 都會被改裝卸上台灣 蔡英文才被 雖然不敢修憲高台獨 這艦艇馬上改名給你看 但這改名是誰定案 第一時間海巡署勇於承擔 說絕對沒有國安高層知道 沒想到總統府秒打臉 挑明就是蔡英文親子之事 海巡署尷尬道歉 還默默收回新聞稿 蔡政府動輒挑釁對岸 大陸共機瘋狂擾胎 疲於分明的空軍飛官 發文怒搶蔡政府 有想過365天有250天晚上 都無法睡好嗎 這種消磨戰真的快崩潰 不要只敢躲在總統府內 喊台灣價值 消遍天空是拿來守護 不是拿來整治操作 他更諷刺 一直夠強大的現在都成了上將 什麼超買思煙 都無法動搖的意志 飛官更揚言年終就要前退 很顯然他們並不認同 這樣的一個任務 那不認同的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因為大內宣 所要傳達的效果 就這些專業的飛官來講 他們認為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兩岸劍拔弩張 如今劍庭協上了個 台灣冰凍三尺的兩岸關係 又要雪上加霜 記者張昭彭 許郭豪台北報導 於是 現在還在前往 之間 如果不認同一點 兩岸劍 現在是 我做不認同的 老抽 又跑